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年11月30日 在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一个乡镇上 发生了一件令当地群众十分气愤的案件 该前案件发生在村民雷泽洪家 事发那天早上 雷泽洪起床比往常晚了不少 因为头天材料理完父亲的后事 他非常疲惫 起床后 走到卧室对面的房间 雷泽洪大吃一惊 放在这间屋内的保险柜竟然不翼而飞了 雷泽洪说 保险柜里存放的除了有妻子的几件金银首饰外 里面最重要的财物是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送来的丧事礼金 共八万多元 这笔钱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存进银行 我们这里的风数是下账了以后 下午又必须要到坟地里去 再就是还有方方面的账要给人家结 还有一些应酬 人家帮忙的 还感谢人家 没机会去存钱 那钱也就没 没想 没有这个防复意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父亲的后事刚刚办完 家里就进了窃贼 这施主的心情可想而知 那是十分的苦闷和气氛 这样一起入室盗窃案 在公安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当地群众更是议论纷纷 究竟是什么人会无所顾忌趁火打劫呢 接到施主雷泽红报案后 警察立即赶到现场展开侦查 办案人员首先注意到 施主家屋内屋外都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无法获取直接有效的破案线索 获悉施主家被盗的八万多元 是丧事礼金 办案的警察同样感到气愤 前其实都说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相当于把这个 他对老人的一份 这也是一份更另外的寄托 失恋 你然后你本来就沉醉 沉醉在那个哀死当中 你还把别人的家里进去实施道歉 接下来通过现场勘察 警察很快发现 施主家的保险柜并没有被嫌疑人带怨 而是就被丢弃在后院菜地里 保险柜门已被强行敲开 里面的财物被洗劫已空 现在保险柜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是 首先它的表面都已经经过了严重的撬压之后 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然后我们通过打开保险柜之后发现 里面有一把菜刀 被撬开的保险柜里放着一把菜刀 让人吃惊不小 经辨认这把菜刀是施主雷泽洪家的 施主家的菜刀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警察分析 窃贼有可能是顺手拿这把菜刀防身 也有可能拿它当作撬到保险柜的工具 由此可见 此次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胆子不小 他们入室盗窃 很多入室盗窃都是 要么写的工具 写的工具的话 他们写的撬棍或者钳子这些东西 要么就是进别人房间之后 拿菜刀或者拿之类的一些道具 然后他们进去拿这个东西 目的就是为了房子 别人屋主发现之后 他们可以直接反抗别人 紧接着 对这个被撬开的保险柜全面勘验后 办案人员没有再提取到 什么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从现场情况看 保险柜被丢弃在后院菜地 且施主家后门门锁被人为剪断 据此警方认定 案犯正是从施主家后门进入屋内 之后在潜入存放保险柜的二楼房间内作案 施主雷泽洪说 存放保险柜的房间是女儿的卧室 她和妻子平时在对面的房间睡觉 案发那晚女儿住校恰好不在家 但房门也大意没有上锁 警察认为 既然窃贼对施主家的房屋结构 保险柜存放的位置都比较清楚 肯定是提前进行了裁点 随后 在存放保险柜的屋内地面上 警察发现了新鲜的袜音 显然为了成功到取施主家的财物 嫌疑人进行了周密策划和惊心预谋 由于之前几天都在超时父亲的葬礼 案发当晚 施主雷泽洪和妻子早已身心俱疲 根本没有听到屋内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自然也没有察觉到家里进了窃贼 案发前几天 施主雷泽洪在家中操办父亲丧事 屋内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夹着被盗保险柜存放的位置也并不隐蔽 大家很自然会联想到 会不会有跟施主熟悉的人 参与作案 这个事出了以后 有很多人说远强比有尽脚 很远的强盗必须有根据的人 但是我仔细想了以后 我觉得根据人没有 尽管施主雷泽洪说 他平时与人为善 想不到会有什么熟人到家里行窃 但在警方看来 任何一条可疑线索都必须查清 对那几天参加葬礼的所有人员 办案人员逐一进行了走访调查 得知雷泽洪家中保险柜被盗 附近村民都感到十分气愤 村民们都觉得 盗窃丧事礼金的行为性质恶劣 希望公安机关能尽快破案 缉拿案犯 监控里的可疑男子身份一时难以查实 对他的那个面部特征保护得非常好 现场细致勘察 警方锁定重要线索 一定要在现场上能够获取他有种的痕迹物证 失窃的礼金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从现场遗留的部分痕迹物证能够看出 此次入室盗窃的嫌疑人 作案手法老练 显然是惯犯 那么嫌疑人是从外地流窜来此 还是熟悉情况的本地案犯 作案的人数又有多少 这些一时还无法确定 但面对施主一家和周边群众急切的破案期待 公安县警方深感责任重大 施主雷泽洪是做农资生意的 家庭条件在当地还算可以 但被盗的八万多元礼金和金银首饰 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损失 对这些被盗财务能否被追回 雷泽洪一开始并不抱太大希望 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好多人都说 死切的东西破案了也不会把钱找回来 因为就说我们讲强盗 他偷了就拼命地挥霍 看到窃贼还把自家的菜刀留在保险柜内 雷泽洪也感到后怕 他说幸好那天晚上女儿不在屋内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我们在那边睡 我们都不用考虑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女儿还只有十四五岁 就是这个不能想 这起入室盗窃案件发生后 周边群众同样有不小的忧虑 大家都担心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这对当地社会治安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一 这个入室盗窃 给这个受害人的心理 超出一定的恐慌 第二 这个财务省势较大 对不对 让这个受害人心中极为不平 不满 第三 这个亲友众多过来调院 听说这个情况之后 在这个人民群众心目当中 产生了对这个本地自然不满意的 这个心理 情绪是比较激烈的 为快速侦破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案件 持续提升打击犯罪效能 公安线警方探索建立了 快针快破 急破急追办案模式 该其入室盗窃案件发生后 辖区派诸所 刑侦大队等多个部门 迅速展开联合侦破机制 现场勘查 走访调查 信息研判 监控视频调阅同步进行 由于施主家没有监控探头 一组警力紧急调阅 案发现场附近路面监控 查找破案线索 经过大量排查 在一处路面监控中 两个可疑身影 引起办案人员注意 事发当晚 两名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 多次往返于施主家附近一条马路 这个嫌疑对象 他接近和离开 有充分的时间 在这个作案现场进行作案 然后把这个 作为我们重点排查的对象 但是调查发现 两名可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 没有悬挂牌照 两人从什么地方来 最终落脚点是何处 一时都难以插实 此外 两名刑际可疑的男子 又对面部有意进行了遮挡 要想尽快查清这两人的真实身份 难度非常大 头盔 口罩 头盔 手套 穿着这个雨衣 对他的那个面部特征 保护得非常好 接下来 案件侦破工作 又该如何向前推进 办案人员研判分析认为 对入室盗窃案件来说 现场始终是获取线索的最重要来源 为了获取更有指向性的破案线索 对施主家屋内情况和保险柜 被丢弃的菜地现场 警察展开了更为认真 细致的勘察 查找蛛丝马迹 我见到它特别冷 我们几个技术员在那个菜园里面 那个北方啊 呼呼地吹啊 这个浑身啊 都是冰透了 但是一想到这个案子非常重大 这个损失也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啊 也是 暗暗下了一个下定的决心 一定要在现场上 能够获取得有用的痕迹物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时间耐心细致勘察 警察又在施主家后院菜地上 发现了陌生鞋印 顺着鞋印离开菜地的方向 一路追踪 在施主家后院前方150米处 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子 让案件侦破工作 柳暗花明 我们进去这个现场之后 在客厅的地面 发现了这个保险柜的这个零件 就是保险柜的一个安全密码盘 然后在客厅的地面 还发现了一些足迹 而且这个足迹 是和我们第一现场的这个足迹 它的花纹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初步判断 这个现场是和我们第一 这个收海人的保险柜被到的现场 应该是可以差点起来的 从地理位置看 警方认为 嫌疑人在作案前 应该就藏身在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子 暗中观察施主家的一举一动 而在作案得手后 嫌疑人曾再次回到这里 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子 是嫌疑人在作案前后 逗留活动的一处重要现场 对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子 进行全面勘察后 办案人员最终获得了关键物证 之后通过刑事技术比对 并结合此前调阅的监控视频影像 警方成功锁定了本地两名盗窃前科人员 徐某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串并案 此前当地发生的多起烟酒店被到案 也与徐某刘某有关 施主戴唐勇 就是其中一个被到商户 他不是把这里啊 把这里有那个一压钱 把这里的钢筋全部剪掉了吗 剪掉了然后再进来那 进来那里多起放哪的呢 多起放在哪呢 我的东西就放在 我的东西就放在这里的啊 放这里啊 都淹湿了 这个墙角那里的啊 一个放这个架子上面的啊 全部被他拿了 那他怎么知道在这呢 就是肯定我估计他怀疑 他研究在这才点啊 戴唐勇说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窃贼会如此狡猾 竟然从卫生间窗户 钻进屋内库房作案 一下就偷走香烟一百多条 总共损失三万多元 我搞了很多年 从来没出现了的情况 是不是 没出现了 有时候就东西都是说 甩在外边的 甩在外边的 没收紧客 那就给你给你顺便了 但是当警察试图从 戴唐勇店铺里的监控探头 查找破案线索时 却发现监控探头在案发前几天 出现了故障 他老是喜欢掉线 你没注意到吗 我注意到了 警方注意到 这些被盗的烟酒店 位于不同的乡镇 现场留下的破案线索十分有限 导致案件难以侦破 如果不尽快将已经查实的嫌疑人 徐某刘某抓获 他们将盗取得手的财物挥霍一空后 必然还将继续作案 破坏当地社会治安环境 但抓捕工作 一开始并不顺利 深入追查发现 在盗窃保险柜得手后 徐某刘某就迅速藏身到 徐某乡下一个亲戚家 获取嫌疑人准确藏身地后 在盗窃保险柜案发三天后 警察赶赴徐某的亲戚家 将两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肆无忌惮 嫌疑人三次潜入尸主家中 案件告破 部分失去财物却不见踪影 我们到时候公安局案子破了 账物无法追回 对受网人来说 他还是受损失 失窃的理清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经过争分夺秒的追查 实施多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 最终被缉拿归案了 在随后的审讯当中 案人员获悉 为成功盗取保险柜里的财物 这两名案犯胆大妄为 在案发那天晚上 曾多次潜入尸主家中 经审讯 嫌疑人徐某交代 虽然平时也做锅盔生意 但是由于喜欢赌博 钱总是不够用 为了获取不易之财 他就伙同刘某多次盗窃 我们确实知道 这个盗窃实在是不能够了 但是就是说自己还是没有空炒之下 警方查明案发前两天 徐某和刘某留意到 施主雷泽洪家举办丧事 想到雷家肯定会收到不少礼金 就萌生了盗窃念头 经过三次踩点后 两人就事先藏在雷家后院前方 那处无人居住的房子 伺机作案 徐某交代 案发当晚 月黑风高 是他最先潜入施主雷泽洪家 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先退了出来 而另外一名案犯刘某 当时在后院菜地 负责王峰 两名嫌疑人商议后 不甘心的徐某 第二次潜入施主家 而施主雷泽洪一家人 当时都正在熟睡当中 也就没有意识到 家里进了窃贼 这次徐某把雷家的保险柜 搬了出来 随后他发现 随身携带的撬棍 撬不开保险柜 于是 徐某让刘某第三次潜入施主家 把施主家的菜刀拿了出来 就撬保险柜 一定是拿到了 还是找个刀 把它撬开 它没得封锡 撬开保险柜的柜门 自然要发出声响 未眼人耳目 徐某刘某把保险柜 从后院菜地 先是抬到那个无人居住的房子 把里面的财务席卷一空后 重新把保险柜扔回 施主家的后院菜地 你信也可以 不信也可以 但是那个保险柜 抬过去就说了 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 是怕人家有东西 人家找不到 是不是 第二 是把那个保险柜 送回去 也许就要 警察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相信就是可恨 那个一点 警方认为 两名案犯之所以 肆无忌惮 多次潜入施主家 就是料定施主家 刚刚操劳完 亲人丧事 一家人都处于 十分疲劳的状态 难以有戒备之心 施主雷泽宏说 父亲的后事刚一半晚 其实妻子 曾对自己有过提醒 说这么多礼金 存放在保险柜 是否安全 我老婆就说 那个钱放在这里 安不安全 我说厨具给我 把那个保险柜抬走 他就整晚都抬走了 抓获徐某柜某后 警察从两人身上 只是起货了 少部分赃款 对于大部分赃款去向 两人始终拒不交代 这对于警方来说 办案目的 还远远没有达到 我们到时候 公安警方案子破了 账物无法追回 是不是 这个对受网人来说 他还是受损失了 是不是 我们破案 真正的是民生小案 还是让这个群众 真正的有获得感 感觉到这个社会治安 好 就是什么 把账物给他追回来 让这个受网 事恶复得 是不是 体现公安机关 办案的宗旨 就是什么 一切有个 民为中心的理念 为了尽快追赃完损 办案人员又围绕 徐某某某 在盗窃保险柜 案发后的活动轨迹 进行倒查 经查 两人在作案得手后 第一时间就分别于各自的几个亲属有个接触 在对两个嫌疑人的几个亲戚逐一走访调查后 警察很快就有了收获 两名案犯当时都以不同名义 委托他们的亲属 保管盗窃得来的赃物 给先进来的那个亲属 他名义上是说把钱借给他 先放在他里借给他用 然后经营手势 是就直接单纯跟他讲的 说捡的东西 先放这里放几天 经过劝说 嫌疑人徐某的一个亲属主动退还了徐某寄存的赃款 三万七千元 在徐某另外一个亲戚处 办案人员搜查到了施主雷泽洪家被盗的部分金银手势 在嫌疑人刘某一个亲属家的猪圈里 办案人员也起货了被藏匿的部分赃款赃物 经过持续不懈追缴 施主雷泽洪被盗的八万多元礼金和金银手势被全部追回 这让雷泽洪感到很欣慰 那么徐某刘某从一些烟酒店铺盗窃的香烟 又变卖到什么地方了呢 经查两名嫌疑人在乡下有一个长期合作的销赃点 审讯之后他们最后最终才讲 他们是通过他们的一个朋友 然后用这个朋友去跟联系乡镇的一个小商店 然后让商店老板到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去收购他们的香烟 根据徐某刘某供述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 迅速将非法收购香烟的嫌疑人抓获归案 案件至此侦办完结 目前徐某刘某以涉嫌盗窃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其他涉案人员也在依法处理当中 今天我们演播事情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老师 景老师您好 今天的这起案件 在施主刚刚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 两名案犯就入室盗窃了保险柜 把这个所有的礼金洗劫一空 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 其实在中国广大的地区 大部分人家在操办红白事的时候 还是会有礼金上的往来 而且大部分是现金 但是人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往往都过于忙碌 实在是疏于管理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案件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气愤 像这一类的犯罪确实容易让人引起民愤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想在操办红白事的时候 我想给出的建议是 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个保险箱 保险箱也不是万能的 如果有保险箱的话 也应该把保险箱放在 私密的隐秘的场所当中 那么还有 如果有条件的话 在红白喜事当中 还应当在一些关键的位置 尤其是财务保管的地方 放置摄像头 那么放置摄像头 一个是对于犯罪分子 一个震慑作用 那么即便是被盗了 我们还可以及时的把视频监控内容 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 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 以更多的线索 使我们更快的侦破这个案件 以挽回失窃的损失 同时在本案当中 这两名案犯在得手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财物 转移给了其他人 那么对于帮助他们 去保管这些赃物的人员 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分情况来讲 如果说帮助其保管财物的人 他们事先之前有通谋 有这么一个分工 他有可能是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但是在本案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没有这个通谋的 那很有可能 他的清楚呢 涉嫌的是刑法第312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那在这个犯罪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 就是他的主观方面 必须是故意犯罪 也就换句话来讲 就是明知 在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中 我们又知道 明知有多种情况 都可以被判定为明知 那么在这里 其中就有一点符合 就是对于自己的亲属 或者说关系亲密的人 帮助其转移转换这种财产 而这种财产呢 又明显不符合当事人 他的职业以及收入特点 就可以被判定为明知 我们还注意到 在被抓获之前 这两枚案犯 其实已经实施多起盗窃了 比如说偷香烟之类的 这也暴露了一些 在偏远的农村地区 还是有很多治安的不弱环节 那么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在偏远的农村 这种盗窃犯罪呢 是时有发生的 对于这类犯罪呢 至少我们应当注意 这么两个方面 首先呢 还是加强普法教育宣传 通过法律 进社区 进农村这种活动 向广大的社会公众 去介绍农村当中 常见的盗窃犯罪 这种请财类犯罪的 常见的手段 来提醒村民们 到自己家去自查 有哪些安全的隐患 及时的去查漏补缺 那么第二点 我想呢 对于农村这种特殊的环境来讲 我们要加强 人房 物房和计房 共同助劳 安全的防线 在今天的节目中 嫌疑人盗取 丧葬礼金的行为 既有被传统礼仪道德 也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人们在操办 红白市的时候 一家人往往都处于 十分疲劳的状态 尽管如此 当事人还是要留个心眼 一定要把贵重的这些财物 妥善地保管好 大笔现金 及时存入银行 以防一些良上君子 刺激下手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景老师 参与今天的讨论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